我更好奇的就是 叶金川跟杨志良 都是在马英九的时候 当过官的嘛 那他怎么会反过头来 骂自己的长官呢 到底他们之间 是有什么样的恩怨吗 我倒觉得 那么叶金川跟杨志良 在这个发言上面呢 讲得真好 为什么 肯讲真话 我不因为 我也不会因为说 你是我无碍无师 我更爱真理 很简单 老师我都可以骂人 所以你觉得他真的是 看不下去对 听不下去马英九讲这话 有几个人看得下去 对不对 很简单嘛 他这个时候呢 他身为一个前总统呢 那么甚至于还讲说 他讲的是儿童的人权 没有在讲防疫 什么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讲防疫 你都没有把防疫考虑进去 对啊 那还有厚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他已经不是我们的总统了 你知道吗 如果现在发生了这个中国武汉肺炎病毒 为什么要这样讲 中国武汉肺炎病毒 因为人民日报把我列为六大扣嘛 所以我一定要特别强调 中国武汉肺炎病毒 然后呢 事实上啊 马英九 如果现在的总统是他 我的天啊完蛋了 你知道吗 还好现在的总统不是马英九 还好现在的行政院长叫苏贞昌 所以呢 去年把非洲猪肺炎给挡下来了 现在 那么包括蔡英文也好 让陈时中独当一面 然后呢 其他人做到的后盾 大家一起扑袭过去 所以台湾现在才能只有三十几例啊 各位你看 突然间短短的时间之内 意大利亚 655例啊 对 今天纽西兰都中了 今天大爆炸 纽西兰中的原因是因为 去过伊朗 所以回来 又中了 你知道吗 全球扩散 伊朗270例啊 伊朗的死亡率最高 已经快要30个人了 为什么 副总统 为什么 因为跟他们的宗教有关系 宗教仪式有关系 那一开始伊朗为什么会中 中国工人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一条死路 就是这样子嘛 结果呢 你又知道德国48 然后呢 科威特43 法国38等等 为什么 叮叮叮叮到处都这样子 你现在在跟我讲 儿童权利 他今天讲了一句话说 三天没读书 三天没读书又怎么讲 我们大学的时候都翘课啊 开玩笑 三天没读书 疫情比较重要 还是这个等于说 三天没读书比较重要 你们搞清楚啊 健康比较重要 三天没读书 现在都还可以用网路 直接这样子视讯交课呢 你知道吗 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生死交关的时候 中共做了一件 全世界都不会相信他的话 除了那个钟南山讲的话 我完全不相信之外 中共都说疫情受到困扰 各位没有发现 这几天来的变化 这几天变化 确诊人数 600多个 400多个 500多个 都还有好几百个 武汉湖北都一样 死亡人数急剧下降 200个死 100个死 60几个死 到后来20几个死 总有一天他会出现零个死 你相信吗 你真的相信吗 如果你们真的控制那么好 请问人家确诊人数 为什么会有 456700个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的方舱 如果你的隔离 都是有效的 然后你说 湖北不赶快回来 那个矛盾 湖北如果已经被控制了 武汉已经OK了 那更不用回来啦 那回来干嘛呢 那如果湖北没有被控制好的话 那为什么你们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从他们不准去北京 你就知道了嘛 自相矛盾 对 所以呢 事实上呢 现在这件事情 我们就就这件事情 就事论事要给他们处理 我觉得该怎么处理 那血友病为什么特例 血友病童为什么特例 因为人命关天 因为他的脚肿起来了 脚肿起来了 药的问题 还有很多视讯的问题 还有你那边讲白了 你们中国医疗就是不行 至少在湖北武汉是不行 所以不行的情况之下 我为了救我台湾的孩子没有办法 那是两边给你中共面子 我们台湾得到理直 把平安给救回来 所以这件事情 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是 偷鸡不着18名 本来要利用这件事情 做所谓的政治操作 莫名其妙 然后马英九也是莫名其妙 而且从这件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 马英九跟国民党 在这件事情上面 中国共产党完全把你边缘化 事实上血友病童要回来 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了 已经从2月17号开始已经不断在推销 他们完全被边缘化 蒙在鼓里 完全不知道 还在这边应该怎么样各退一步 还建议共产党说 不然要怎么怎么说一大堆 马英九很可惜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卸任总统 那么我们在节目里面呼吁 过年期间口罩大家抢的钥匙 政治人物公众人物 可以不要出来爬爬罩 就不要出来爬爬罩 要不然也不要让人家心慌 要让人家心定 所以不要戴口罩 马英九没出来 每次出来必戴口罩 爬爬罩 他旁边的人还写了一个说 应该坚重每个人戴口罩 还不戴口罩的一个权利 问题是你是政治人物 你是公众人物 不然你也生不出来 你生不出来 把这个口罩先省下来 还有你的口罩 请问是你马英九跟我们一样 到操舱去排队 还是到药房去七天零两片吗 你口罩哪来的 是不是有善心人 是热心的提供给你呢 最后 请你先把那句633做不到 捐一半薪水捐出来吧 看你要捐给疫情中心 还是要捐给哪一个单位 请你这个前总统 在重视儿童人权之际 先把633做不到 捐一半薪水 这个已经跳票这么多年的 这个承诺做出来吧 不然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边讲话